大家好 歡迎來到Kissi的港馬系列 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 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在港馬之前 又要說一下什麼經 就是我們香港的馬匹 也遠征了海外 香港加油 加州星球會出戰阿喬斯短途錦標 我也在新一季的賽馬KOL之海外賽事練習生的Season 2 有講解我們給了什麼馬匹 除了加州星球之外 還有哪一匹我們覺得是有信心的呢 我私心當然想加州星球贏 但是拖腳也可以參考我們選了什麼馬匹 在這裡就可以點進去 另外 還有一場杜拜草地大賽 有直線歷山和澳遊氣泡 希望漁本輝可以再次揚威海外 因為當年他也有一隻送三寶 香港加油 我們要為香港集氣 廢話不多說了 正式入戲肉 看看我星期日推薦什麼馬匹給大家 首先說第五場 四班千四米中出馬14匹 我自己就要一隻三號金梅星星 這一匹馬跑了強組賽事 上場也跑了第三匹 贏他的手機錶把 再出星班 喂! 又拿嗎? 昨晚拿到現在了 輸給他跑第四的那隻 喂! 幹什麼啊?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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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沒事 輸給他跑第四的艾利奧 再出也跑入Q 看回今場 對手其實不是很厲害的 再看潘頓也跑過他四次 贏馬那次正正就是開了二檔 另外那三局也是排了中外檔 但是也輸不遠的 那今次撿回三檔 那他沿途呢 用回跟前的跑法呢 應該都適合他發揮了 潘頓呢 立刻拉來跑 那見他操練那些都非常之積極的了 那今次相信都坐二望一的了 那另外就是要回二號的大千眼界 那這筆馬呢 其實整年都沒有出過賽了 但是呢 正正因為這樣呢 可以賺到一些體力的 那操練也都沒有放緩過了 非常之積極的 那再看他近兩次的試襲走勢 非常之鎖醒 那今次也都可以減磅跑 不用背著頂磅 唯一一個疑點就是 那個騎士 對啦 因為今次抽到九檔呢 都簡單不到任務的了 不過我覺得拖腳可以拖回他 那另一筆就是四號的勤德威力 那這筆馬呢 上次呢 是可以說完全沒有走勢的 首先呢 那一組呢 其實都屬於強組來的了 大數據 武林至尊 跑第三的 跑第四的掌聲 再出都再贏的了 那反而他前次那次呢 跑第四那次呢 是反而跑得挺好的 那這一場他也都不太差了 留得就有點後了 那前面已經跟他有些距離的 時時稱心 那星班呢 也都跑入PACE 但是看到他追勢也都不太差了 那其實這一組我覺得他跑得挺好 那 所以啦 因為他上一次呢 跑得太差的關係 那立刻都休息了 那再試了貨閘 那 那往直呢 其實看到他一強配 就是潘頓這些呢 就馬上贏了 那這次潘頓就要了金會星星 所以就給了報紋 但是都屬於是強配來的了 感覺到馬房呢 是上去的了 那再加上其實今場呢 感覺上沒有什麼麻煩可以選 你知道嗎 下面那些又真的不太簡單 那美麗海後又好像出得太密 那樣 雖然是賺這班底 那所以呢 所以呢 今場就 我覺得屬於藥組賽事來的 那就要一隻 大千眼界 金會星星 和勤德威力 好了 說說第九場三班 千六米中出馬 14匹的 那首先呢 就一定要這 13號的大數據 那這一匹馬我真的很喜歡 那今年呢 真的進步了很多 那上一次呢 也可以看回411場次 那其實我剛才也說過 因為我說勤德威力的時候 然後呢 前面那一堆呢 就有他們的粉 那大數據的贏馬的姿態呢 也都真的非常輕鬆的 那去到直路三百多米的時候呢 其實他已經是 騎士都沒有邊去 他自己已經滲上來了 那這一組呢 都是屬於極強組的賽事 那我剛才沒有播到片 那現在播回 那因為呢 那剛才說漏了 十二神章呢 都是再出再贏的 那僅隨其後的 有掌聲啊 武林至尊那些 那些跑二三四名的 那些全部再出都保重贏馬 還要看看啊 大數據呢 簡直是彈掉他們來贏的 那這次這匹馬 四班上三班了 而且保持到top feet的狀態 那同場對手呢 應該就有一隻 呃 手到再來就跟他一起放的 那這匹馬 預計他這次呢 就可以守回一個漂亮位 因為收到三檔 黃金波洩位 那希望他直路衝上來呢 來噴呢 就可以坐位望贏了 那所以呢 另外也要拖一隻手到再來啦 那都是跟他一起鬥噴的 那這匹馬呢 那這匹馬呢 上一次呢 就贏完一隻 時時青心的 那我也想選一隻 其實這匹馬很多都非常之厲害 那上一次 那在四班贏了 剛剛好像也有說到的 這一匹 因為我選了一隻什麼 對呀 勤得威力也是勤得威力啦 那贏他那隻就是時時青心來的 那也是贏得非常之輕鬆的 那後上 那但是上一次呢 為什麼跑得這麼壞呢 那也可以看回 因為呢 他沿途呢 都慢了閘 一開始慢了閘 那沿途也是大外跌 那再加上一場呢 是下雨的關係呢 是有少少爛地的 那你就看到了 潘頓抄到最外跌來打 但是呢 剩下200多米才衝上來 那也追得不差 最後也跑到第三 那贏他那隻就首度再來 本身已經是賺了形勢的了 那只不過 時時青心就留得太厚了 但是看到潘頓呢 都已經是出盡力跟你組裝了 那最後呢 就跑到第三回來了 那其實我覺得是這一場 形勢輸了 但是今次呢 就希望他可以拿回 漂亮一點的位置 那也跑近了 那另一部分呢 就是這隻 啊 又是首度再來呢 就是贏他那隻 那因為他上一次贏完 時時青心 那 贏來贏去都是這堆對手 那上一次輸了給誰 桃花雲 對 那也都可以拖回他 那另外最後呢 就選一隻 可能懶一點點 就是浪漫風彩 那這一匹馬呢 年初的時候呢 就跟 何妖一起 就墮馬 那 可澤妖現在都應該差不多 相遇復出的了 那都要騎回今場六十 最後一場的了 那這一匹馬呢 那看回了 會不會怕他有什麼陰影呢 那不太擔心 因為呢 也都馬房給他 去蟲化 操練 希望可以讓他試襲 試一下一個新環境 讓他重新適應過 那也都可以看回 其實他今早的試襲 都非常之漂亮 那 轉回入直路的時候 其實隻馬發揮 都已經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而且他自己呢 都很肯湧前 那最後也是打得來贏 相當之輕鬆 那 本身其實都是厲害的馬來的 那 我希望今次他可以回復狀態 那今次呢 都可以搏他回春的 那今場呢 就選擇十三拖 三號 八號 六號 好了 來到尾場三班 千二米中出馬十四匹 那首先呢 華麗再勝應該就是大熱門的了 應該就是三倍滑流下開跑 那但我自己想走頭 就不想要華麗再勝了 可能不搏下只有一隻十一號 的歡樂佬 那看回這份馬呢 上一次就跑田草千二米 那他就慢了一閘 那就是紫色沒有紅色三角 那他就要留口來跑 那但見到他呢 直路二百多米的時候呢 也有少少衝刺 那因為他慢了一閘的關係 後上就跑第七 也可以看回 其實同場對手 這一場呢 都不是說很強的 贏他那隻呢 多利彩他 再出都失敗了 其實這集馬再出都失敗了 但是呢 也可以看回 這一批馬呢 他去到末段的時間 他是做出最快的末段時間 22秒99 慢閘是他 但是末段最快是他 那是不是真的有些加成呢 我覺得如果這批馬呢 這場不慢閘的話 很大機會是在 而且他這一組呢 弱組都輸這麼遠呢 今場應該都挺好分頭的 那另外就是呢 他今場 看回 都應該很多 惡馬 但是各自都有一些不穩定的因素 華麗再勝 是啊 非常之厲害 正班頂榜都贏 但是來到評分身高 那又要揹個頂榜 又抽到個中外檔呢 會是一個挺大的考驗 另外 詹士德呢 他是跑1000米 三班的時候呢 都入Q 但是他1000米其實是比1200米 三班1200米又好像沒有什麼根據 又是另一個不穩定因素 另外就是歡樂路窩呢 其實他看回海外賽職呢 他唯一跑過一次呢 就是在外地跑爛地來贏的 那所以呢 如果星期日呢 根據天氣報告的預測呢 是會有驟雨的 那如果有雨的話 我覺得可以再補多點面皮都可以的 那 對了 這批馬下雨只會更好 那所以 剛才說的三班呢 其實說真的 雖然有不穩定因素 但是有實在賽職太強的關係呢 都不能飛了華麗賽聖佔士德的了 那另外呢 可能再選一隻冷門 或者這隻我會說是不明物體的 狼善浩斯 那我覺得他呢 還是生生的 這批馬 三歲仔 但是 始終他在跑馬地 1200米都很準性 那如果這批馬夠冷門呢 我也可以拖 即十倍或以上那些 那直博率都抵博啊 所以今場呢 就推介1號 7號 11號 和13號 好啦 那今集都分享都差不多了 那如果未報名 4月6號的 觀塘頭主集目 改了是觀塘 那記得快點 按下方的連結報名 另外就是 剛剛 剛剛 塞馬 塞馬 KOLG 海外賽事練習生 第二季也正式出爐啦 那第一集呢 就會有我們去講解一下 接下來到達的阿喬斯 短途錦標 到底誰勝誰負 那今季的形式就有點不同了 那我也都在這裏 呼籲大家 快點進去連結看看啦 那今集呢 也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